大家好,我是Kartoro 那這一次為了MV來到這裡爬山 然後爬上山的感覺其實蠻好的 因為人生沒有爬過這種山 人生的初體驗還蠻奇特的 然後爬上去的時候蠻有成就感的 那這一次是真的要告別電競拳了 因為我結婚了,然後也有小孩了 要準備去過人生不一樣的階段 我覺得我當選手的時候 心境比較像是一個充滿熱血的一個少年 想要去追逐自己的理想 然後當教練之後反而是幫這些 幫這些年輕的選手去追逐他們的夢想 當教練最有成就感的時候 是我第一次帶隊進冠亞賽 確定進冠亞賽的時候 對,因為我當選手的時候 也沒有在國內進過冠亞賽 都第三名 然後最... 你說最... 喔對,最挫折的時候是 拿了三個亞軍 終究是沒有辦法幫三兩拿一個冠軍 真的讓我蠻挫折的 我覺得在場下 就是在... 這半年在旁協助隊伍啊 在場下看比賽的時候 其實比場上還要來的緊張 因為在場上的時候 基本上你選完腳 下一把下來的時候 基本上都是在想著下一把的選腳 以及他們在當下的狀況 就是要怎麼去迅速的幫他們調整一些 缺失啊或是一些狀況這樣子 我覺得當教練的時光 是我電競圈以來最快樂的 跟這群選手一起啦 一定會有爭吵 然後也會有開心的啊、難過的啊 但是我們... 經歷的這些 我們還是可以很好的當 選手跟教練之間的關係啊 然後在下班的時候 也可以是好朋友、好兄弟這樣子 在這一段電競路其實 滿感謝跟我當過隊友的啊 然後當過我的教練 以及一些後勤 對,沒有他們就沒有現在我 但我現在最想要感謝的是Eason 因為我離開電郎加這次三次嘛 我很感謝他一直給我機會 然後讓我從一個就是... 就是懵懂無知的少年 然後到現在要當人家的先生 然後成為爸爸這樣 聽到要拍這MV的想法 當下覺得... 哇!閃電郎太強大啊 沒有什麼事事辦不到的 應該滿快的吧 嘿嘿 對...歌詞的最後... 倒數... 倒數第一段跟倒數第二段 就是什麼... 心裡... 彼此... 前往 然後心中更美的地方 可以唱一段嗎 不行 我第一次去錄鋼琴錄音的時候 發現一個滿... 滿大的問題就是 因為我其實不會看五線譜 我只會看簡譜 然後... 我有請人幫忙把那個五線譜翻成簡譜 但是他沒有把那個拍子給分類好 所以導致... 我會彈這首歌的那個音 但是那個拍子對不到 所以導致我那一次去錄音 就錄音失敗 就要再重錄這樣子 他的拍子其實不是這樣子 電競對我來說就是我生命中一部分 有電競我的生命才完整 謝謝... 所有粉絲以來 這麼多年的支持 然後... 我之後會跟你們一樣 站在台下 然後當閃電場最大的粉絲 為他們加油 然後期盼他們可以拿到對死的手冠 希望你們聽完這首歌之後啊 可以對你們的人生有所幫助 或是正在追夢的朋友們 也希望你們可以 克服一切的困難 勇往直前 那...我是閃電雷的Cato 掰掰